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宦官 他阴狠毒烂 残害重粮 被后世贴上大奸大恶的标签 他小乱朝纲 践踏法律 把大明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 从混迹街头的流氓 到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他如何一步步深入帝国权力中枢 乱政三年 却断送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国运 满朝文武为何敌不过一个宦官 东西大变局时代的重重玄机 破解明王朝灭亡的历史谜题 系列节目大明魔咒魏忠贤 敬请关注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致使朝政腐败 党争迭起政局动荡 那么各大党派是如何拉帮结派的 各党之间又是如何勾心斗角的 面对党争格局的伟大不调之事 皇帝却为何无力制止呢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魔咒魏忠贤第十八集 党争欲言欲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讲到万历皇帝晚期 因为皇权衰微 党争格局已成伟大不调之事 形成了奇特的三有三无状态 有组织无纪律 有利益无道德 有义气无法律 先说有组织无纪律 万民党争的所谓党派 不是今天法律意义上的党派 而是基于特定地域关联和人身关系 而形成的有组织的利益团体 各党各派基本上都是以地域得名 比如楚党 齐党 坤党 宣党 而所谓的组织 则是选择同乡 门生 大家约好 有父同享 有烂同当 一致对外 前面讲到的召唤就是典型 老人家围观情政几十年 声望极高 名誉极好 光荣退休 安度万年 但万历四十六年 立不上述职位空缺 各党各派争得不可开交 齐党领袖齐师教出面 立主再次启用赵换 老人家推辞不掉 只好第三次出山 以七十七岁高龄担任立不上书 本一是想发挥一点余热 哪知道却陷入党争离谈 齐师教为什么立挺赵换 因为赵换一直担任高级领导职位 声誉也挺好 威望也够足 但这些都是表面的硬件 齐师教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民事上说得很清楚 以患为乡人 老而易志 利隐患待继之 连七十又七亿 笔致一听诗教指挥 不敢一同 由是肃忘亦损 也就说不是齐师教 钦佩老人家的为人和能力 而是因为赵换是山东人 足以成为齐党的一面旗帜 拖也得把老先生给拖下水 谁让你是山东人呢 更严重的是 赵换年纪大了 易于控制 赵换到任以后啊 果然听从齐师教的人事主张和安排 算得上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从来不敢有自己的主张 当年的底气 锐气 勇气 全没了 最后还丢掉了名声和姓名 第二年在郁闷中染病身亡 连开追悼会的资格都被取消掉了 所谓无几率 是指党派内部有人不调不移 口径不移 不听招呼 不讲原则 叶相高身为首府 还被后来的阉党列举为东林党 一把单八将当中的天奎兴 及时与宋将 声名显赫 实权在首 加上早期东林党人都很讲道理 气节 局面还好控制 但到了后来 东林党的名声越来越大 加上全是日障 依草父母的人 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最终成了一个鱼目混住 良又不齐的松散型组织 再看有利益无道德 在中国古代 官场就是最大的名利场 为民盲 为利盲 但优秀知识分子还知道 德位相配 明实相符 但如果出现竞争一方 或者多方不守规则 不讲道理 道德的调控作用就变异了 先作为面具 装饰自己 再作为棍棒 打击对手 很遗憾的是 历来党政都是这种格局 先是人事安排出现纠纷 再后来自然是口水仗 然后是数党立派 前辅后继 舍命向北 不搞残 不搞死对方 绝不罢休 最奇怪的是 斗争的双方或者多方 都会修除自己的道德公式 占领道德高地 和话语长 这时候最有效的调控手段 只有两个 一个是皇帝强行打压中和 一个是动用法律防范控制 强权调控可以避开道德障碍 尽快避开党政的风险 否则皇权就会被绑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皇权怎么会成为牺牲品呢 这很正常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僵局中 双方各自掌权 说起来可以制衡 实际上就是牵制 一方要搭架上梁 一方要拆台散架 谁都别想做事 谁都别想清静 如此一来的话 国家军阵大事 或者被延误 或者是错了 最终腐蚀帝国机器体 再强大的王朝 都经不起这种折腾 那单纯用一方行不行 不行 这只能极化矛盾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你要是狗咬狗不看价 不妨到 吃饱喝足就知道 恰恰干账 那谁都不用 这主意很好 但问题是 皇帝把所有的官员 都赶回家了 谁来这里过家呀 脱下龙袍自己干 那实在不行 就制定统一的道德规范 要求大家严格遵守 以德至关行不行呢 同样行不通 因为道德标准 从来分不清高下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此以一是非 彼以一是非 是是非非 等着辩论清楚 国家也就灭亡了 想当年汉宣帝 王道霸道 齐头并颈 打击霍光家族 垄断善权 降服匈奴 揽阔西域 惩治贪腐 国家的政治 军事 经济形势 一片大好 这个时候 他的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汉原帝 他就出面了 这太子啊 柔人好辱 他看见老爹 毫不留情的 砍人 官人 大人 就劝下说 陛下 持行太深 义用 如身 老爹你用行太深了 杀人过多了 有伤天地和气 还是多用用 儒家的道德君子吧 汉宣帝一听啊 立马就变来了 殉事道 汉家自由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正德教用周正乎 且俗辱不达十一亿 好事故费精 使人炫于名史 不知所守 何足伟人 刘家治理天下 从来都是有规矩的 那就是王道霸道 并行不备 绝对不能盲目的 重逢周朝的什么德政关联 单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 你那些儒生 不通识变 一味后顾薄金 借骨俯金 混淆视听 变异是非 搞得天下不知道 何为名何为事 再说 这些人出了空谈道德 根本就不知道 该怎么治理国家 哪里值得委以重任呢 汉宣帝算是说出了大实话 但他也知道 他的儿子只会王道 不会霸道 所以特别感慨地预言 乱我家者 太子也 扰乱刘家天下的 就是我这只知道 讲善心的太子 后来结局果如所料 原帝任用儒生治理天下 一味重奉道德 但结果却是 事丰日下 原成哀平 更是每况愈下 一代帝国 中断于新芒之手 按照辩证的观点 总结一下 满口仁义道德的人 未必争有道德 道德仅仅是他 获取名利的手段 和掩饰工具 对此 近代大如张太炎 曾经有个判断 很有道理 不上名誉 固无膨胆 不拿道德说事 不拿道德义人 这也就不会出现膨胆 最后来看看 有意气无法律 因为利益所在 名声所惜 党争各派自己得意的时候 意气风发 从来不会想到 给对方留下生怒 当被对方 倾压 排挤的时候 意气勇士 认人不认理 甚至曲解法律 胡缠乱他 今天东风 压倒西风 明天西风 略过东墙 所以当年的唐文宗 面对强大而彪悍的 彭党格局 发出哀叹 去河北贼义 去此彭党 唐文宗的时候 河北三政 扰乱不堪 交付两难 是与唐帝国的心腹大患 但身为皇帝的唐文宗认为 比较之下 要平定河北的叛乱 容易得躲 要消除彭党 那真是太难了 党争各派拉帮结伙 盲口仁义道德 实际上谋求的是 各自的利益 稍微得势 往往不以国家大局为重 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明末的党争 就像一颗政治独流 如果任其滋生蔓延 对这个王朝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 可是大明王朝是一个法治王朝 对于这种政治乱象 难道法律就无能为力了吗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明魔咒魏诸贤第十八集 党争愈演愈烈 明朝并非没有遏制党政的法律 早在红武十二年 朱元璋主持编撰了大明律 专门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罪名 兼党罪 之所以说特别 是因为死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创出这么一个罪名 看来朱元璋不仅废除项权 还在各部门相互之间 进行了一种制度约束 为了防范文官集团共同勾结 又耐心细致的通过兼党罪 为子孙们化解危险 当爹当爷当到这份上 历史上还真的少见 所谓兼党罪 除了寻思妄法 知识杀人等司法腐败行为外 其中又有一项专门惩治党政 若再曹官员交结彭党 紊乱朝政者 接斩 妻子为奴 财产入关 如果再编再职的官员 交结彭党 紊乱朝政者 通通杀倒 他们的妻子儿女 全部罚为奴婢 所有的财产全部充公 如此严苛的刑法和开国时期 挤大案杀人辱骂 使大明官员如履保兵 一下子就赶快回家关门 晚上点灯的时候 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吓一条 以为是皇帝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剑教 就是间谍 所以那个时候 什么喝酒划拳砍大山的这些不良习性都没了 所以那时候没有党政 但后来的情形发生了变化 一个变化是 除了明成祖朱棣继承了乃富之风 动辄杀人力为 后来的皇帝要么温吞水 要么软弱无能 要么花钱酒地 根本就没有力量约束大成 另一个变化是 民宗以后对于祖宗家法 国家法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 虽然不敢明者违抗 但总会想到规避的办法 比如明朝法律规定 不得火葬 但是 刘景就惩罚性的规定 庭桑不葬者 全部火葬 比如大明的规定 命妇 受伤的寡妇 不能在家 但是刘景一排脑袋 寡妇留着惹事 烦心统统改家 皇帝权势的日渐弱化 法律权威的日渐没落 另外两大权力开始壮大 一个是换权 一个是朝权 明宗时期专权的宦官王正 在战场上被敲死了 明武宗时期专权的大太阶 刘景被火葬了 换权暂时得到控制 至于朝权 其代表性的力量 就是内阁首府的权利 但是面对弱势的皇权 那他就是老虎 比如张居正 但是如果是皇权强大了 所谓的朝权或者内阁首府 也就是个小包公头 皇帝想换就换 说扁就扁 要杀就杀 比如家境皇帝时期的下言 比如严宋 张居正活着是猛人 但他成了死人以后 他的学生万里皇帝 毫不客气的抄了老师的家 这几次皇权算是振作了几下 但雄创了几年之后 万里皇帝就振作不起来了 一旦皇帝不干事 也不管事了 争夺朝权就成了天下官场的首要目标 而太张皇帝当了一个月皇帝 连天下的官位都没了解清楚 就一命贵帖 天启皇帝登上皇位 但年纪太小 无力控制朝政 可以说党真从万里皇帝开始萌芽发展 到了天启皇帝登基一的时候 终于达到了峰值 在晚明的党争中 各大党派纷纷绞尽老职 在一些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 他们这样做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壮大各自的实力 在朝堂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往往不考虑这些人的能力如何 也不会考虑这样做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危害 党派之间这样的明争暗斗 导致了军国大事的一次此失误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明魔咒魏忠贤第十八集 党争欲言欲猎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宦官 他因狠毒烂残害忠良 被后世贴上大奸大恶的标签 他小乱朝纲 践踏法律 把大明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 从混迹街头的流氓 到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他如何一步步深入帝国权力中枢 乱政三年 却断送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国运 满朝文武为何敌不过一个宦官 东西大变局时代的重重玄机 破解明王朝灭亡的历史谜题 系列节目 大明魔咒魏忠贤 敬请关注 前面说过 党真是典型的三有三无产品 但其后果是干价不干事 认人不认理 干价不干事我们后边讲 先说认人不认理 还是以熊天壁事件为例 熊天壁本是大脾气大 连罗尔哈吃都忌惮不已 算得上是流气冲天 今天来看 他的战略防御策略应当是最靠谱 最有效的 但就是因为除党立丹事故 遭到了其他党派的一致炮轰 灰溜溜的贬官灰金 戴罪听看 这时候东林党的实力再度凸显 派出了一个人接替熊天壁 精略聊动 这个人叫袁应泰 袁应泰自大来凤强人 万里二十三年进士 这是一个好人 也是一个能人 在东林党中算得上少有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但这个好人和能人有天大的缺陷 不会打仗 说他是好人 是说他虽然算不上圣贤 但还算得上是一个正人君子 有正义感 有同情心 说他是能人 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水利学家 办理后勤杂务也是井井有条 从来没出过错 连熊天壁都对他高看一眼 一个搞水利和后勤工作的好人 被派上战场指挥战斗 不出人民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蒙古闹饥荒 大量的灾民涌入 袁应泰的军事方区 按说你辽东的最高军事长官 不是民政部门的慈善主管 但袁应泰表态了 把那些蒙古人都招降过来 你又是什么呢 我不急救 则必归底 是一支兵野 来下令招降 于是归者日众 处置辽省二城 幽及阅令 这些机民如果我们不救急 他们就会逃到建州去 这不是增大了敌人的兵力吗 我们招降这些人 不仅可以体现大明王朝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于是就把这些蒙古人 安排在最重要的两大城市 辽阳 沈阳 好吃好喝的给供养起来 有好心人就提醒说 要是清兵攻过来 这些蒙古人里面有内奸 或者是被敌人利用了怎么办呢 袁山人果断的说 吃人嘴软 拉人手短 我们这样对他们 他们还能不感激提灵 还好意思恩将仇报 后来三叉尔一战 蒙古人勇当先锋 战死了二十几个人 袁英泰更加独定的对 吃反对意见的人说 如何 我的眼光没错吧 袁英泰的好人品格 还体现在另外一点上 熊天壁是猛人 蛮人 流人 对待士兵将官严酷无比 所以责任严明 军纪整肃 袁山人一上任觉得有为宽人之道 立马改宣跟障 对待士兵将官特别谦和 对于小过小错 也是大人大量的放过 不予追究 这就产生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一个后果是 军队几率松弛 紧急时刻 江南徽兵 兵部服将 大水崩杀 一泄千里 另一个后果是 当清兵功臣 这些被供养起来的蒙古人 却非人人都是知恩图报的人 有的人果然充当类影 沈阳城一攻就破 当袁阴泰反应过来的时候 紧急部署退守辽阳的时候 又是这些人 劝诱辽阳百姓投降为上策 那效果是相当的明显 民家多 岂非张巨以待 妇女士盛世淫能 当袁阴泰还在城头上 手持宝剑 亲自独占的时候 这些蒙古人却打开大门 点燃火炬 为宫进城的清兵照明引路 服务里面穿着华丽的服饰 在门口迎候候进军队 袁阴泰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看到了这一幕 他类型怎么想的 史书上没有记载 虽然他不善于带兵打仗 虽然他部署出错 但他本人却体现了一个忠诚的勇气和决断 他穿上官袍 配上官映 拿着皇帝刺的上方宝剑 面蓝叩拜完毕以后 挥一剑自闻 彰显了平时袖手谈心性 凌威一死 暴君王的东林党人本色 从兵败自杀这个角度讲 袁阴泰算得上是一个道德英雄 但沈阳辽阳的丧失 最终让明王朝在辽东 无闲可守 无地可拼 从这个角度上讲 说他破家亡国 似乎有点过分 但是要说他实地千里堕坏国运 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军国大政 决策实物一次 情有可原 可东林党人痴心不改 一错再错 终于一错到底 沈阳辽阳失守 东林党人虽然讨厌雄听壁 但满朝文武看来看去 具备威性能力 胆量和评调经验的 就只有雄听壁一个人 加上除党人脉赏好 只得要求雄听壁付出 一来显出君子海量 二来可以缓解辽东危局 三来雄听壁成功了 也算是东林党内阁用人得当 要是失败了 雄听壁自己承担主要责任 趁机还可以出去这个刺头 还可以削弱除党的实力 当时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 东林党人气势如虹 所以称之为东林党内阁 东林党这三个算盘打得确实很精 东林党人是否争得以国事为重 选才任险 雄听壁再次出战 是否能够挽救辽东危局 请看下集 谢谢收看 对辽东战局的失利 明王朝被迫再次启用雄庭壁 雄庭壁的身份被标注为楚党 为了防止楚党死灰复燃 东林党派出王化珍担任辽东巡抚 以牵制雄庭壁 那么辽东战局又将在明朝党争的漩涡中 走向何处呢 明天将为您讲述第十几集 江市大坏